倩倩,这是我老婆的睡衣,你换上吧。 黑人教授递给我薄纱半透明黑色睡衣,我犹豫了下变结果。 当我准备去卫生间换上时,他却让我留在他和师母的卧室里换。 说完他走出卧室,贴心地为我关上房门。 我有点害羞,红着脸脱掉自己全身衣服,又红着脸穿上师母的性感睡衣。 事实上,我并不想穿,可我没有办法,我被雨淋湿,衣服都湿透了。 倩倩,好了没?门口响起教授沙哑的嗓音。 我看了看身上的睡衣,黑色压根包不住白嫩大豆腐,这几乎令人窒息得透明,让我心里一阵羞怯。 这能穿出去见教授? 我忍不住问教授,老师,师母还有别的衣服吗?平常穿的就行。 外头传来声音,你师母这段时间不在家,去外地出差了,过些天才回来,她的衣服老师不敢碰。 这件是老师早上刚买回来的,想等她回来,给她一个惊喜。 正好你淋湿了,就给你穿吧。 这样呀,我看了眼换下来的湿衣服,一下发了愁。 无奈,只能继续穿师母睡衣了,有得穿总比没得穿,光溜溜得好。 我用手捂胸口,别扭地打开房门。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恶然地惊觉刚刚教授没把门关掩石。 我心猛地一跳,像受惊的小鹿一样对上教授那双炙热大眼。 大眼像一把火团,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游离,啄得我好似要烧起来。 最后,她将目光定格在我娇艳红唇上,想一亲方泽的欲望,不加掩饰。 她人高马大,壮士如狼,在我跟前仿若庞然大悟。 而我,像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白兔,假如她对我起了歹念,那么她绝对能一口把我吃掉。 她看的目光实在像恶狼,我有点害怕。 老师,您辅导我功课吧。 我赶忙走到客厅,避开那如狼似虎的眼神。 在沙发坐定后,我拿出书包里的英语书和陈光水性笔,便于做笔记。 教授坐在我旁边,距离我很近,浓郁的香水,刺笔无比。 她拿起笔,在英语书上画下一个单词,Experience。 经,艳。 倩倩,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经艳。 我以为她要开始辅导我功课呢,可她话锋一转,倩倩,你有男朋友了是吧? 你男朋友床上的经验丰富不丰富呀。 啊? 她连纯笑得猥琐,一点不觉得尴尬,继续追问,不要害羞。 老师想知道,你可以和老师讲讲了。 我想也没想的拒绝,老师,这是我私事,我不想过多谈论。 她不依不饶,像一个好奇心爆棚的小朋友。 倩倩,老师想知道,你就给老师讲讲了。 她边说边靠近我,身子已经贴在我手臂上。 我又羞又恼,不知如何是好。 见我没反抗,她胆子似乎大了起来,趁机握住我手。 我一慌,本能地要抽开手,她却死死摁住。 在我手背上落下一吻,自言自语起来, 你男朋友经验再丰富也比不上我不是。 倩倩,老师喜欢你。 她一副情深意怯的样子,老师想睡你。 不要。 她无视我的拒绝,欲行不轨之事。 她栖身而上,将我一把压住。 就在黑人教授欲对我行不轨之事时, 门外响起要是开门的声音。 压在我身上的黑人教授一慌, 芒不迭地从得身上起开, 以闪电速度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我心扑通扑通狂跳, 心脏都快从嘴巴里跳出来一般, 就在我起深沙那,门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成熟,得体的女人。 我和她面面相去,随即我低下头, 她眼间啪哒啪哒往下掉泪, 显得可怜楚楚极了。 她将目光转向黑人, 凌厉眼神如尖刀, 空气里似乎弥漫一股说不上来的火药味。 老婆。 我将在原地, 大脑一片空白, 眼前的女人是师母。 我莫名地感觉害怕。 我以为师母会气急败坏地对我破口大骂, 会抓着我头发, 怒山, 我巴掌, 正要开口向她解释时, 她却很暖心地将她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踢在我身上, 跟我来。 临走前, 我看了黑人教授一眼, 她神情复杂, 但更多的是担忧。 师母打开她的衣柜, 为我挑选了一件得体的衣服。 我患上后, 师母别有深意地对我说, 女孩子在外, 要懂得和男人保持距离, 不然伤害的自己。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遇到的男人, 是不是恶魔。 我含泪点头, 然后和师母解释道, 师母, 其实我不是那种勾引人的剑蹄子, 我。 我还想往下说, 可师母却打断我, 我知道, 别说了, 快走吧。 从老师家离开回校后, 我一整晚都睡不着, 只要闭眼眼睛, 脑海里都是那张猥琐变态的黑脸。 这个教授是我们学院的一名外教, 是美国的黑人, 名叫沙德里。 而我叫福小倩, 文学院的大义新生。 我来自一个偏远农村, 英语成绩在我们那儿算得上好。 可在高手如云的大学里, 我的英语成绩和同学格格不入。 黑人教授见我跟不上同学, 时常在下课后辅导我, 后来他提出要我去他家给我补习功课。 有人给我补习功课, 我自然是愿意的。 只是没曾想, 去教授家时, 下起倾盆大雨, 把我交成落汤鸡。 这才有了教授让我换性感睡衣, 欲对我行不轨之事。 这个学校名气很大, 但名气大并不是有因为教学质量高, 而是因为一年前轰动全国的一起新闻, 学校池塘里, 一女学生被杀后沉堂。 一年过去了, 凶手至今未找到。 当同学得知我要报考这所学校时, 他们都劝我不要报考此学校。 可这学校是我艰苦高中三年奋斗的目标呀, 怎么能不报? 黄天不负苦心人, 我如愿上这所学校后, 同学们劝我多留心眼, 注意安全。 其中有个同学敲咪咪告诉我, 他家一个亲戚的儿子就在这个学校上学, 亲戚儿子告诉他, 说这个学校一些黑人外教, 很喜欢性骚扰女学生。 我让同学不要担心, 说别看我柔柔弱弱的, 但我凶狠起来, 恶魔都得敬畏。 同学扑斥一声笑, 说我就像一只小白兔, 胆小得很, 怎么可能凶狠? 我只笑笑, 没回应。 回想这些, 我不由得苦笑, 心里一阵惆怅。 上英语课时, 黑人教授的眼神时不时就往我这瞟, 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看得我坐立难安。 无论我如何避开他炙热如火的视线, 他都让我无处可躲, 无处可逃。 下课后, 他又邀请我去他家, 但这次去他家不是给我辅导功课, 而是他儿子过生日, 所以今晚想请我去家里吃饭。 我一时间, 竟不知要不要去。 就在犹豫间, 另外一个女同学凑过来和我说, 倩倩, 一起去啊, 老师也邀请我了。 见有人作伴, 我想也没想得便答应了。 晚上, 我提着给小朋友准备的礼物, 敲响大门。 开门的是老师。 走进去后才惊觉, 师母和他儿子, 以及那个说要一起来过生日的女同学都没在。 我有些懵, 扭头问身侧人, 老师, 寿星呢? 哦, 孩子和你师母去取生日蛋糕了? 我半信半疑, 继续问, 我同学呢? 他说他来不了, 男朋友坐火车来找他, 两人要约会。 今晚, 两人估计得要大干一场, 不然都对不起来回的车费。 大干一场? 这种话竟从教授口中说出, 真是人渣败类。 但转念一想, 这话是他说的, 倒也不让人意外。 愣神间, 黑人教授拉起我手。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 教授盯着我手上的东西。 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他问, 这是给我儿子的礼物吗? 我点头, 买了辆能鸣笛的警车给他, 希望他喜欢。 你放他房间吧, 倩倩。 教授给我指方向。 我便拎着礼物走向房间, 就在我放下礼物, 准备走出去时候, 迎面撞上一面墙。 我吃痛得闷哼一声, 抬眼一看, 竟是黑人教授。 不得不说, 他长得真的很壮实。 他见我被撞疼, 摸了摸我的额头, 露出一副心疼样, 欠欠, 疼不疼, 老实给你摸摸。 就在他要吹气时, 我忍住内心的闲雾, 不动声色, 一开他手。 老师, 烦请您让让, 我去厨房切一下水果, 等会儿过生日, 估计用得上。 教授没有要让开的意思, 将我的去路堵得死死的, 我心里莫名地涌起一股不安感, 开始坠坠不安起来。 他说, 你师母和我吵了一架, 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我, 我醒悟过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喜欢听故事的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黑人教授撒谎成性, 上次骗我说师母出差不在家, 这次又骗我说儿子不过生日了。 都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 哪句是真假话, 这人用心不良。 我执意要走, 教授反手将门锁上。 我害怕地后退, 防备的眼睛盯着不断朝我走来的男人。 他呼地拉住我手腕, 一个用力将我往怀里带。 宽厚手掌搂着我腰, 轻飘飘来一句炸裂我的话, 今晚你非我莫属。 倩倩, 你就跟了老师好不好。 老师不是那种人渣, 我会认认真真对你的。 我们外国人其实很专情的, 我会一心一意地对你的。 听他的话, 我是又气又急, 死命推丧他。 老师, 你不要这样。 我如何推都推不动他, 他纹丝不动, 凑近我耳边轻轻呼气, 倩倩, 老师缠你很久了, 你就从了老师这一次吧。 你不能这样。 我大吼, 你有老婆有孩子, 你这样对我, 你不觉得对不起他们吗? 这就是你认为的专情, 你认为的一心一意吗? 你们外国人的爱, 未免也太虚假了吧。 教授无动于衷, 不知廉耻地反问我, 我追求自己的幸福, 有错吗? 我正要反驳, 他却将我狠狠推倒在床, 将头埋在我脖梗间。 他的呼吸很急促, 很沉重, 像一只发晴的黑猩猩。 我哭着喊着不要, 他全都置若罔闻。 就在我绝望时, 我的手机响了, 我一看, 是我男朋友打来的。 黑人教授停下动作, 快速夺过我手机, 不让我接听电话。 电话还在继续响, 而教授的恶行还在继续。 耻辱的眼泪不断从眼眶里溢出, 要是男朋友知道我被黑人玷污了, 他以后还会要我吗? 密密麻麻地稳如雨点朝我袭来, 就在黑人教授想要退去我衣服时, 我猛地握住他手。 我吸了吸鼻子, 脑袋刮灵机一转, 洋装从了他的, 老师, 让我伺候你吧。 教授一愣, 随即心情大好的笑了起来, 倩倩, 你真懂事, 真是老师的好学生。 我压住内心恶心, 朝他勾了勾手, 示意他去客厅。 他满眼兴奋,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客厅里, 我故意撩拨他, 撩得他神魂颠倒。 他神情紧闭, 整个人都沉浸在愉悦当中, 仿佛在做一场美梦。 趁他没注意时, 我撒脚丫就朝大门跑去。 他反应过来, 狂追过来, 我吓得六神无主, 脑子一片空白, 只本能地打开门, 顺着楼梯跑。 后面紧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心下一慌, 一个踉呛, 整个人如木桶滚楼梯, 圆滚滚往下掉。 速度太快, 感觉自己五脏六腑要被震出来, 裸露在外的手脚擦得厉害, 一阵猛过后, 火辣辣地痛觉袭来。 眼看着黑人教授要靠近我, 我再顾不上疼痛, 麻溜地拿出手机, 按下110。 我将手机举起给他看屏幕上的110三个数字, 你要胆敢过来, 我就拨通警察局的电话, 你做的所有丑事都会被曝光。 黑人教授面色一紧, 显然被我吓唬到。 他呼得扬起笑容, 安抚我, 欠欠, 事情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乖, 把手机给老师好不好。 把手机给你, 我冷笑一声, 你当我傻逼, 我忍住痛苦, 艰难起身。 一边死盯着他, 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 只要你让我离开这里, 我就绝不会报警。 黑人教授咬牙切齿, 气急败坏, 你别不识好歹。 臭娘们, 信不信我杀了你? 面对卸下伪装, 变得凶神恶煞的他, 我忽然就有了勇气。 我对他抱了句粗口, 大骂他是猪狗不如的禽兽。 他恼羞成怒, 却对我无可奈何, 眼睁睁看着我跑掉。 自我威胁黑人教授, 说要报警后, 他有两个多星期没在骚扰我。 但每次上课时, 他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总会时不时盯着我, 他那眼神像极了狼, 而我像极了小白兔。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那双虎视眈眈的猎物眼神, 可午夜梦回, 这双眼睛会出现在我梦境中, 像一条毒蛇缠绕着我脖子, 让我感到窒息。 就在我满头大汗惊醒时, 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我一看, 是黑人教授发来的消息, 倩倩, 我想你想到睡不着。 你这会儿在你男朋友的怀里睡着呢吗? 还是自己在睡觉呢? 怕不怕黑, 老师陪你睡好不好。 每一个字都犯着恶心, 我压住内心的不适感, 给他回了条消息, 老师, 你正常点吧。 他继续猥琐, 继续用轻挑的话语调戏我。 甚至, 为了能让我被他睡, 还开出了条件。 当他小情人, 每个月给我一万块。 我一个月生活费才三百块, 压根不够用。 每天下课后, 得在学校饭堂, 做兼职, 一个小时七块钱。 又能赚钱, 又能省两顿饭钱。 拮据生活面前, 一万块的诱惑力不小。 就在我愣神间, 黑人教授转过来一万, 我自然没收下。 但我没直接拒绝他。 不一会儿, 他换了一副嘴脸, 说他想请我吃饭, 还说他觉悟了。 说他是教授, 为人师表, 不能对我说那种话, 做那种事, 想着给我赔罪。 宁信天下黄语, 不信沙德里, 吴黄新, 死去赴约, 定是入廊口。 我摸了摸手里的笔, 眸光一沉, 给他发消息说我可以给他赔罪的机会。 下一秒, 他就把地址发过来了, 是一个酒店, 好似他笃定了我一定会赴约一般。 也是, 一万的诱惑力多大呀。 一个贫穷人家出身的女孩子, 在面临绝境时, 这笔钱无一能解决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 第二天傍晚, 我前往酒店赴约, 黑人教授一袭西装, 穿得人模人样的, 在人前显得很是彬彬有礼。 见到我, 他眼前一亮, 笑着夸我漂亮。 倩倩, 你能来赴约, 老师真的很兴奋, 兴奋到一夜没合眼。 他肉眼可见得开心, 对了, 你应该没吃过日料吧? 老师带你去吃。 我呵呵冷笑, 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过? 你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他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还勤工俭学, 才能维持生活不适。 我鼻子微微一酸, 拳头握死, 指甲相入手心流出血都不绝疼。 我深吸一口气, 对他说, 我不吃日料, 会拉肚子。 他冷了一下, 随即笑起来, 你和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很像, 吃了日料就会拉肚子。 我艰难地勾唇, 挤出一抹笑容, 老师, 你带我去吃日常的饭菜就行。 走, 他示意我挽住他臂弯, 但我熟视无睹。 我原以为他会带我去酒店的餐厅吃饭, 没曾想这酒店高档到房间里, 竟然有独立的餐厅。 看着偌大的房间, 我一阵唏嘘, 有钱人的世界, 我真没见过。 餐桌上, 不是日料, 是中国菜, 有糖醋里脊, 红烧鱼, 白酌蒜蓉菜心等等。 桌面上, 还放置了一瓶红酒, 那一串英文我基本能看得懂。 教授搂住我肩膀, 将我摁在椅子上。 我本能地甩掉他手, 一脸凛然地看着他, 老师, 你不是说给我赔罪吗? 以后好好当一个老师吗? 我想, 我们之间 没必要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吧。 教授一愣, 甘笑两声, 行, 老师不碰你了。 他打开红酒, 往酒杯里倒给我。 倩倩, 你能去关卫生间的门吗? 我看向开着的门, 有点难闷, 好像他是和我一块儿进来的呀, 怎么卫生间门会是开着的? 难道他提前进来了? 我没多想, 但我并不想听他的话去关门。 只是, 这会儿我呼得感觉尿急, 有种想上厕所的冲动, 便朝卫生间走去了。 就在我抬脚往卫生间走去时, 我留了个心眼。 我偷摸从包里拿出小镜子, 镜子里教授正拿出一粒白色的药丸, 丢入红酒杯中, 动作娴熟而快速, 似乎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下药的事。 弄完后, 他满意地盯着红酒杯, 拉完尿后, 我重回到餐桌。 意料之中的, 教授递给我那杯下药的酒杯, 倩倩, 这一杯, 老师敬你。 之前老师做的那些事, 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说完, 他一饮而饥, 酒杯朝下示意我他全部喝完。 然后便盯着我, 想让我把手里的酒也全部喝完。 我自然不愿意。 我笑吟吟地走向他, 一屁股坐在他大腿上, 他神情猛地荡漾开来, 情男自控地闷着嗓音喊我名字。 我抽出他手里的杯子, 拿起红酒倒入其中, 再将酒杯递给他。 老师, 有句中国话, 说得好, 叫自罚三杯。 您这才喝一杯, 怎么能算赔罪呢? 是, 你说得对。 男人被我突然地主动, 搞得心花怒放, 满嘴答应。 老师这就喝。 被我灌了两杯后, 他身上开始散发出酒味来, 空气里弥漫着酒味和香水味。 他眼神迷离地看我, 伸出湿漉漉的舌头, 一张黑脸凑近我, 你果然被我的金钱打动了。 他亲我脸颊, 热乎乎地气往我耳旁吹。 倩倩, 你把酒喝了吧, 吃饱喝足, 才能撕淫欲。 倩倩, 今晚老师好好伺候你, 保准让你醉鲜欲死。 话落, 他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游走, 一副猴急呀。 我为拖延时间, 继续哄着他, 我故意抖动双肩, 故作娇称可爱呀, 老师, 再喝两杯好不好。 上回吃亏后, 他很是谨慎, 生怕到手的肉飞走。 倩倩, 你是不是又想上一次那样, 故技重施? 假意顺从我, 然后趁机跑掉。 为了让他不起疑心, 我压住内心的恨意, 在他黑脸上落下一吻。 继续安抚他, 老师, 一万块, 对我来说是天价。 不看情分, 怎么这也得看钱吧。 他眼里闪过一丝满意, 嘴角勾起一抹 你也不过如此的得意。 虽然他被我安抚, 可他似乎等不及了, 开始揉我柔软, 将头埋在我脖梗里, 猴急地啃咬。 老师, 先不急嘛, 我故意挪屁股, 撩拨他, 再喝几杯嘛, 我喜欢闻男人身上的酒味, 这样我和你那个时, 会更投入的。 他拍了拍我屁股, 大笑着说, 想不到你原来这么骚。 因为我的放荡, 撩得他心圆一马, 心情大好。 他拿起酒瓶, 一口气灌完, 又豪气地开了另外一瓶, 一饮而尽。 我看他喝得差不多了, 便也不再劝酒, 他见我没开眼笑, 便开始上下起手。 就在他真正对我那啥时, 我抓过他手臂下死口咬, 他痛得闷哼一声。 这时我死命挣扎, 好在他喝多了, 动作有所缓慢, 力气也松散开来, 总算挣脱开来。 我故意大哭大叫, 大喊救命。 黑人却以为我再和他调情, 笑嘻嘻地来追我。 碰! 黑人一个脚滑, 摔倒在地, 面容痛苦地攻着身体闷哼。 我愣了愣, 僵在原地。 下一秒, 咸红色的血不断从他后脑勺溢出, 地下人一副冰死样。 舅舅我, 黑人被摔猛了, 大脑控制不住嘴巴, 费好大功夫, 才说出三字。 我慌了神, 但很快我镇定下来。 我用手摸了摸包里的尖锐短刀, 裂开一抹嗜血笑容。 原本是想借着他强奸我, 我正当自卫的名头杀他的。 但现在似乎没有必要了。 我用看似猪死狗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弯下身子在塌儿。 编队他说, 还记得那个被你包养而死掉的女学生吗? 黑人微微张口, 一脸恐惧地看着我。 看他差不多死, 我才慢悠悠地拨通110和120。 警察来时, 我装出一副下出病的恐惧样, 面色苍白地将录音笔和微信聊天记录交给警方。 警方自然不会只相信这些音笔和微信聊天记录交给警方。 警方自然不会只相信这些证据, 所以我给了他当时事故发生时候的视频, 那个视频就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偷摸路的。 经过法医鉴定, 再加上一系列的证据, 我最终无罪。 原以为这个新闻不会被爆出, 不曾想听到丰生的某正义学姐竟在微博匿名发帖, 出人命了。 出人命了? 某大学某教授强奸学生不成, 摔死了哈哈哈哈, 真是大快人心。 那个教授就是个变态, 性骚扰学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以前他猥亵学生, 但校方没辞退他, 反而将他从一个学院调到另一个学院继续教学。 死了真是一件好事啊, 今后再没有女生, 被调入狼口了。 很多人在帖子下面猜测沙德里, 甚至还有已经毕业的, 或者还没有毕业的, 被他教过的女生出来声讨他, 控诉他的恶行。 该帖点赞量咔咔咔暴涨, 引来无数人围观。 一旦激起千层浪, 这个帖子上了热搜, 引起无数人转载, 继而又被无数新闻媒体转发。 而我这个女英雄, 自然也被人肉出来了。 网络是一把锋利剑, 有人欢呼我, 自然有人诋毁我。 那些诋毁我的人, 说是我先勾引的黑人教授, 还说苍蝇布丁无缝的蛋等等的受害者有罪论。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 我内心毫无波澜。 我轻轻打开我姐的日记本, 一页一页地看。 这日记本, 我已经看了无数遍, 但每次视线都会模糊, 眼泪一滴滴落在纸张上, 晶莹晕开黑色字迹的字。 那些文字, 每一个都记录着我姐被猥琐, 被威胁, 被强奸, 被生活所迫答应收下一万块被包养的过程。 当年, 我姐姐上大二, 我上初三。 当时我考上了重点高中, 但父母不想让我上高中。 因为在我下面, 还有两个弟弟, 爸妈没钱供养那么多个孩子上学, 能让我姐上大学已是最大限度。 为了有多余的钱给两个弟弟念书, 他们就让我辍学。 姐姐为了能让我上学, 答应了曾经威胁, 威胁, 强奸过杀德里。 当我要拿钱那日, 那黑人却借口说钱暂时拿不出来给我姐。 我姐急火攻心, 担心我错过报名时间, 便威胁黑人教授。 如果她不拿钱, 她就把这件事捅出去。 就在姐姐写完日记的当天晚上, 姐姐就被杀沉堂了。 我收起日记本, 将这一重大新闻的报纸裁剪下来, 去山坡祭奠我姐, 靠着她坟墓, 说了很多很多话。 回去后, 我睡了这几年以来, 最好的一觉。 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 和我们一起探索无穷的灵感故事。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让我们的灵感传遍整个盒子。 再见了。